明朝时 有一个男子叫做颜承文 本身平平无奇 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却是离奇曲折 影响至今 颜承文的父母都是农民 虽然他们自己目不识丁 但是一直深知读书的重要性 所以不管再苦再累 老两口都要省吃俭用 省下钱财送颜承文去私塾里读书 颜承文也不负众望 读书异常刻苦 其他的伙伴们都在玩水捉汁了食 他不分严寒酷暑 每日都在家里读书 在16岁就考上了秀才之名 这可把老两口兴奋得不行 逢人便夸自己的孩子有出息 大家好 这里是天青教主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不知道是寒门难出贵子 还是老颜家的祖坟必又只能到此程度 自从颜承文考上秀才之名 后几年却是旅考不中 没少受人笑话 老两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心里也越来越着急 颜承文自己也被打击得不轻 从刚开始的神采飞扬 自信满满 到现在胡子邋遢抑郁寡欢 老两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也就彻底地断了望子成龙的心思 只好拿出了多年积攒的钱财 给颜承文娶了一房媳妇 想尽快抱上孙子才成 颜承文的妻子叫做刘秀秀 长得亭亭玉立颇为水灵 能娶到这样的妻子 说起来也颇为有趣 刘秀秀是临阵的 家境颇为优渥 本身和颜承文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但刘秀秀从小就酷爱诗词 一直有个梦想 那就是嫁一个枕边疏离那样 满腹经轮地偏偏美少年 好巧不巧的 这天 颜承文正郁郁寡欢地 在河边饮酒洒风 念着一首自嘲的诗 刚好刘秀秀和丫鬟从此处经过 只见湖水荡漾 柳絮飘飘 下面一个满脸胡渣的男子 正好气从生地 一边饮酒一边作诗 此等场景当真是书中描写的一样 当即就把刘秀秀心动得不行 颜承文本身就书生气质浓郁 又长得心瘦瘦有形 经过一番交谈后 刘秀秀心动不已 直呼这就是他未来的心上人 颜承文和刘姑娘的一番交谈 其实也颇为开心 因为刘秀秀不管是谈吐举止 还是诗词绘画都颇为精通 和他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让他落寞的心情都淡了几分 就这样 两人隔三差五地相约在湖边散步 都是年轻男女 一来二去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当刘秀秀的家里人知道此事后愤怒不已 当即就派了下人过来 要打死颜承文这小子 可刘秀秀是死阻挡到 爹爹你不要打他 是我自愿的 要打要罚你就收拾我吧 当爹爹的听到这里 气得蹊跷生烟 直呼刘秀秀不知廉耻 丢尽了家人的脸面 非要嫁给颜承文 他便要断绝妇女关系 从此不准刘秀秀再踏进家门 但不管爹爹怎么说 刘秀秀就是死了心的要嫁 只把他爹气得吐血三声 便再也不管他 就这样 刘秀秀如愿以偿地 嫁给了颜承文 颜承文也是颇有情义之人 娶了刘秀秀后被加腾心 他深知秀秀是大家闺秀 没有干过活 受过苦 所以不管什么事情 他都亲力亲为 能让秀秀坐着 绝不让他站着 两人婚后颇为幸福 每天两人坐坐农活之际 都结伴河边散步 或者山中赏景 谈古论今好不快活 但俗话说贫穷夫妻百事哀 度过了刚开始的农情蜜月时光 就到了生活中的平淡期 每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只让小两口头疼不已 秀秀也开始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家务 再也没有了开始的惬意 这天 秀秀看着刚中紧剩的一小碗米 又深深地忧愁了起来 承文我们又没有米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啊 又没了吗 颜承文放下手中的书本 爬到米刚一看 还真是只剩了一小撮 他当即也是头疼地坐了下来 左思又想道 不行明天我再上街去卖卖字吧 看有没有哪家需要写写书信的 我好再换一些米面回来 好 辛苦了阎郎 可可 秀秀话还没说到一半 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惊得颜承文连忙去扶起他 再后被一阵轻轻地拍打 可秀秀却是越咳嗽越严重 秀帕上赫然有着红色血迹 颜承文看到这 慌忙就去找大夫 大夫把完脉眉头深皱到 哎 夫人身子骨本来就颇为虚弱 这属于劳累过度所致啊 说完摇了摇头 开了一张温补的方子 递给颜承文 接过方子 颜承文确实呆住了 因为他想起来 自己身无分文 哪有钱抓药啊 尴尬地挠了挠头 颜承文正想开口设账 秀秀确实开口了 承文 我的手势盒里 还有一点钱财 你先拿来给大夫吧 颜承文听到这连忙去打开了手势盒 发现里边 只剩下了一点点大的 一颗小银豆石 他瞬间心酸不已 双手握了又握 财地给了大夫 终于买到药了 颜承文煎好 便小心翼翼地给秀秀喂药 秀秀喝了两口 却又咳嗽了起来 颜承文看得心痛不已 他放下药碗道 秀秀 不行我今年再试一下考功名 我实在不愿你再跟着我受苦受累了 秀秀温和地看着颜文亮道 承文 你心里有我就够了 不必勉强地 和你在一起粗茶淡饭 我都开心 我不在意这些 不秀秀 之前屡次落榜 我确实备受打击 不想再重提此事 但你嫁给我之后 却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为了你我也要再好好地考一次 这一次我一定能成 颜承文一脸尖一展地说道 秀秀听到这里红了眼眶 他紧紧地握住颜承文的手道 相公 我支持你 就这样 在颜承文做好决定之后 便开始全面备战 此次的考试 每日苦读到深夜 把之前丢掉的 全部都捡了回来 又过了几日 秀一秀其色好一些时 颜承文就背起行囊 走上了赶考之路 殊不知这一次 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路途遥远 颜承文足足赶路 一个多月才到了京城 因为身上并无多余的钱财 颜承文就寄宿在 在破庙当中 偶尔出去卖卖字画 写写书信 换取一些零用钱 其余的时间都在挑灯夜读 这一次 颜承文读得非常的认真刻苦 因为妻子秀秀还在家里 苦苦等待着自己 终于 三个多月过去了 到了考试时间 当考官读完考试规则 将试卷发给 紧张不已的颜承文时 他摊开看了一眼后 却是瞬间信心满满 当下就奋笔疾疏 一气呵成的就答完了试卷 呼吹干墨汁 颜承文看着自己的答卷 满意地点了点头 本以为此次肯定能高中状元 但事情往往就是如此的变幻无常 耐心等待了两天 当看到黄榜的那一刻 颜承文却是如遭雷击 因为除了第一名状元 和他的名字有些相近以外 整个黄榜居然都没有他的名字 这意味着他的排名 连登上黄榜的资格都没有 罢了罢了 这都是命 一字之差就是同人不同命 看来我果然是个废物 颜承文两腿发软 心灰意冷地摆摆手 就朝家里走去 此次对他的打击 可谓是彻彻底底 颜承文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全部退掉 唯一支撑他的信念 就是家里还有一个温柔的妻子秀秀 一路走走停停 颜承文犹如行尸走肉般地 往前挪着 不知走了多久 当看到自家的院子时 方才恢复了一丝活力 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就推开院门 喊着秀秀的名字 喊了半天却没人样 颜承文很是疑惑 人呢 难不成外出了 说完便想在屋前屋后转一转 刚好看到了对面走来的刘大娘 颜承文当即迎上去准备问问 可刘大娘却是有些惊慌失措 啊 承文回来了呀 刘大娘愣了愣道 嗯大娘 我回来了 我想问一下 知不知道我妻子哪去了 颜承文迫不及待地问道 哎 刘大娘叹了口气 承文啊 大娘本实在不忍心跟你说 你走不久秀秀她就病死了 还是我们村上的人帮忙埋下的呢 说完一脸悲伤地摇了摇头 轰颜承文听到这儿 脑子嗡的一声 秀秀死了这句话 一直在她耳中萦绕 让她久久不能平息 大 大娘 你骗我的对不对 我走了才不到四个月 秀秀怎么就病死了呢 颜承文带着哭腔问道 是真的承文 你走了没多久 秀秀的病情就加重了 我们发现她时 她已经晕倒在家好几天了 醒来了大夫也无力回天 大家也就只好把她葬了 不信你可以问问村里其他人 说完大娘摇摇头 急匆匆地就走了 秀秀 我对不起你啊 颜承文瘫倒在地址家 深深地陷入了泥里 她脑中一幕幕地回想起 和秀秀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大声地喊叫了起来 喊声惊动了周围的村民 他们陆陆续续地都走了过来 一脸的纠结与悲伤 颜承文看着大家 连忙爬了起来道 乡亲们 是假的对不对 你们和我开个玩笑 秀秀还好好的对不对 其中年龄大一点的老者 咳嗽了一声道 是真的 秀秀的坟墓 就在离你爹娘不远的地方 你到那里就可以看到的 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 议论了起来 不 我不信 颜承文怒吼几声 就亮亮呛呛地朝墓地奔去 当看到一座新坟 赫然地树立在那里 上边刘秀秀的名字 是那样的刺眼 颜承文当即崩溃了 跪在路边 用手不停地扒拉着 不 秀秀 你还没有见我最后一眼 你还没见我高中状元 怎么能抛弃我 就这样走了呢 颜承文一边大喊 一边用手扒拉着 直扒的食指鲜血直流 村民们跟上来看到他这样 都连忙地拉开了他 承文啊 人死不能复生 你不要这样 先好好回去休息休息吧 说完众人抬起颜承文 就向家里走去 此时天空下起了阵阵大雨 犹如颜承文的心一样 一点点地凉了起来 不知道睡了多久 颜承文迷迷糊糊地 醒了过来 爱颜承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默默地坐了起来 抓起身边的酒壶 又开始向嘴里灌去 这已经是他回来的第五天了 自从被抬回来后 他便痛苦不已 每日借酒消愁 不能有一丝的清醒 正喝着酒壶里美酒了 颜承文摇了摇酒壶 气愤地摔在了地上 他又痛苦地拳起身子哭了起来 哭了好一会儿 颜承文站起了身子 他默默地翻出了几件 能拿得出手的衣服 想要再去换一点酒水钱 亮亮呛呛地朝门外走去 颜承文伸一脚浅一脚 到了打酒的地方 当他把两件破衣服 递给掌柜李老头时 老头却是一脸复杂道 算了 这酒就当我送你了 说完直接给他抱起了一个大坛子 愣了愣 颜承文抱着大罐子就回了家 他现在除了喝酒 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一口一口地一直喝到了天黑时分 这时 一阵熙熙所所的声音传来 颜承文愣了愣 便朝声音所传的地方看去 当看到是一只 有黑发亮的大老鼠时 颜承文笑了笑道 嘿嘿 原来是你这大老鼠呀 我当是谁呢 原来 这只大老鼠可以称得上 是颜承文家里的常客了 在他和秀秀刚结婚没多久的时候 就老是来偷他米吃 第一次见到这个黑鼠偷米的时候 颜承文气得不轻 拿过火前就想夹死他 但秀秀却是拦住他道 承文 黑色的老鼠还是第一次见的 想必他也是恶极了 杀了他怪可怜的 后边咱们把米放好就行了 妻子的心善 颜承文是知道的 他笑了笑 便也不再搭理这只老鼠 可不曾想 此鼠就像猫一样 在他家里还待上了瘾 隔三差五的就来讨食 也不怕人 他俩吃饭掉下来的残渣 老鼠就去捡起来吃 一来二去竟然长得油黑发亮 越来的水滑 这么久没见 颜承文本以为 他早都已经跑到别家去了 不曾想今天却又看到了他 想到这 颜承文光当喝了一口酒 哀伤道 大黑啊 我家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 你女主人秀秀 也已经不在了 你以后不用再来了 说完又是一口酒 可老鼠确实把他的话当耳边疯 米缸里翻了半天 什么也没有 他就动了动鼻子 持溜一下 竟然钻到了颜承文的脚下 顺着他的腿就爬上了酒桌 他疑惑地看了看 颜承文的酒碗 便试探地用舌头舔了一下 可能是酒太辣 舔完后 大老鼠就呲牙咧嘴地狂甩脑袋 哈哈 你个小畜生还不信我 这酒也是你能喝的吗 突然 颜承文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一脸惊异地 仔细盯着老鼠的后腿 看了又看 这是 颜承文一把扯过大老鼠 从他的后肢上扯下一物 他仔细一看 脑袋顿时嗡的一声 情丝绕 这竟然是情丝绕 颜承文一阵失神 这东西化成灰他都认识 这是他和秀秀新婚 当晚养人恩爱过后 秀秀用他俩的头发编织的 里面夹杂了一丝金线 当时秀秀还痴痴地说道 承文 这东西叫情思绕 一旦绑在一起 这辈子我俩都不能再分开了呢 颜承文颤抖地再次看了看此物 这东西被人用红丝绳 仔细地和老鼠的腿部捆在一起 这明显不是偶然为之 想到这儿颜承文激动不已 他连忙对着老鼠道 大黑 你告诉我 是不是有人绑在你腿上的 你要能听懂的话 能不能带我去找找这人呢 颜承文激动地把老鼠一阵摇晃 直摇得老鼠吱吱乱叫 他才连忙放下了手 老鼠落地后 对着颜承文一阵呲牙咧嘴 舔了舔身上的毛 辫子溜一下往门外窜去 颜承文连忙跟上 此时的酒气都已经散了个干净 他只恨自己少掌了两条腿 你慢点大黑 颜承文气喘吁吁地 一路小跑 只感觉自己头晕眼花 终于 断断续续地跑了有十里地的时候 老鼠转身就钻入了一个 颇为豪华的府院当中 颜承文愣了愣 他这时才发现 自己已经跑到了临阵里家寨 而大老鼠已经钻入了李府大院 难不成 这只老鼠只是想去李府吃些好的 颜承文颇为疑惑 李府他是知道的 在十里八乡都颇为有名 家主叫做李四海 是做范延生意的 按理说和自己的妻子绝无关系啊 但想到独一无二的情思绕 颜承文还是决定 进去看一看最好 看着门口的护卫 颇为威严地处那里 颜承文有些不好意思去敲门 想了想 他便来到侧院 艰难地爬上了墙头 贱人 给你脸了这事 连个茶水都泡不好 要你有何用 啪一个耳光声响起 你再如我我就死给你看 只见一个女子正颤抖着怒喝道 哼 还敢和我顶嘴 你的命都是我救的 你就是我的奴隶 懂不懂 说完 男子的大手就朝女子抓去 准备上下起手 啊 女子一声尖叫 连忙躲闪起来 看到这的颜承文目自欲裂 这个正受欺辱的女子竟然是秀秀 她怒火中烧 扑通一声翻下了围墙 怒吼道 住手 你这个畜生 别动我妻子 颜承文这一嗓子 让一男一女呆愣当场 女子看到她一时间呆住了 惊恐道 承文 你怎么来了 你快走 这是我自愿的 哪里来的狗东西 竟然敢强闯我离府 来人 抓贼啊 男子一声喊叫 瞬间脚步声响起 几个吓人三下五除二 便将严承文摁倒在地 秀秀看到这 连忙爬到男子的身前喊道 李公子 你放开她 你只要放了她 做什么我都愿意 这时候知道求饶了 男子刚说完突然一脸完美 他想了想到 哦 我明白了 这该不是你那个废物相公吧 不是听闻他进城去考取功名了吗 看这情况怕又是没有中吧 哈哈哈哈 颜承文听到这双眼赤红 你到底是谁 放开我 不要动我妻子 颜承文到现在还是猛的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方要抓自己的妻子 明明村里人都说 妻子已经去世了 自己却在这里见到了他 嘿嘿 还真是你这废物 当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来人 给我打死他 男子笑得前腐后仰猖狂至极 吓人们听到这儿一轰而上 只打滴颜承文眼冒惊心 一口气差点都背了过去 不要打他 只要你放了他 我保证听话尽心服侍你 秀秀连滚带爬地跑过来 想要救自己相公 你到底是谁 为何如此蛮不讲理 严承文怒吼道 哈哈 你不配知道我是谁 你就安心地走吧 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疼爱你妻子的 说完就要过去 搂秀秀的腰枝 畜生 秀秀发疯了一样地 扑向李四 在他的胳膊上 重重地咬了一口 贱人 李四一耳光将秀秀抽倒在地 恼羞成怒地吼道 打 给我一起打 把这贱人也一定给我打死 正当下人一拥而上 准备殴打严承文和秀秀之际 却见一个下人急匆匆地跑进来喊道 不好啦少爷 有鼠潮 有鼠潮呀 说话间 只见成千上万的老鼠 铺天盖地地冲了过来 犹如蝗虫过境 见什么咬什么 下人们被咬得惨叫连连 李四曾见过这种场面 当即就吓得面色发白 下人也顾不得 再殴打严承文和刘秀秀了 连忙驾起李四 就慌忙朝外边跑去 严承文和秀秀 也是吓得面色苍白 正不知如何是好时 这些老鼠跑到他们的跟前 卡卡几下就要断了俩人身上的绳索 自动地分开了一条路 严承文看到这儿 来不及多想 一把抱起秀秀 就连忙顺着墙边的大洞 爬了出去 一路狂奔到了家里 秀秀惊魂未定地 扑在严承文的怀里 大哭了起来 严承文将妻子抱得紧紧地 好一阵安抚 才知晓了事情的原因 原来啊 今天这个男子叫做李四 是李府的公子 严承文走后不到一个月 秀秀的病情就加重了 他只好自己又去找大夫 想要再买一些药 不曾想去撞见了他 李四那天刚寻话问柳结束 正一脸满足地朝家走去 看到了求医问药的秀秀 当即就是眼前一亮 秀秀本身就长得清秀美丽 现在又有病在身 看起来着实柔弱清秀 惹人怜爱 李四当即心动不已 连忙上去对秀秀 就是一顿嬉笑调戏 秀秀烦不胜烦 把李四给狠狠地怒骂了一顿 可不曾想 这反倒激起了李四的兴趣 他竟然带着吓人 强行就闯进了秀秀的院子 将他给撸了过去 过去后因为秀秀实在病重 李四便请来代夫给他医治 可不曾想秀秀性子刚烈 喝药治好后也死活不愿意从他 每当李四想要接近时 秀秀就以死相逼 弄得李四好生来气 可好巧不巧的 今天严承文却是主动入了虎穴 差一点夫妻俩双双丢了性命 好一个嚣张跋扈 此仇不报非君子 我一定和他没完 严承文怒火中烧 一掌拍在桌子上 吱吱吱 老鼠的叫声传来 秀秀和严承文连忙转过头 就看到一只黑油油的大老鼠 正在桌子上一脸妖宫地看着他俩 严承文此时哪还能不明白 刚才两人得救 全是因这只老鼠 他连忙滚了拱手道 多谢鼠兄 不曾想当年善心之举 今天反倒还救了我们两口 秀秀也破涕微笑 对着小黑鼠一阵感谢 只见那老鼠越来越齿高气昂 眼睛都眯了起来 竟然颇为的人性化 而此时的李四 还在家中面色发白 坠坠不安 当下人回来通告他 后院的鼠巢已经退去 而严承文夫妇也不见踪影时 李四气得不轻 他怒气冲冲道 哪里来的这么多老鼠 走 随我去找到那对男女 今天必须结果了他们 说完 怒气冲冲地就朝颜承文家里走去 而此时的村民们 听到秀秀竟然跑了回来 都是惊慌不已 想了想 他们就连忙围住了颜承文的院子 只见李大娘高声道 秀秀呀 你怎么可回来了呀 你这一回来 你不是害我们吗 那李家家大业大的 惹了他们 那我们这百十号子人可咋日子啊 是啊 秀秀 那李家公子能看上你 这是福气 你怎么还跑了呢 众人七嘴八舌地劝着秀秀回去 严承文听到这儿 顿时怒不可遏 他拉开大门怒吼道 你们这群人 平日里我敬你们为书百 不曾想却是如此的不讲良心 贪生怕死 怎么着 你们的命都是命 我妻子的命就不是命了 简直荒唐至极 哎呀 承文 书百们并不想这样 但没办法呀 那李家直接威胁我们 要断我们的言 我们也没辙呀 原来村民们之所以撒谎 是因为当日李四卢走秀秀的时 就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给他们发出了警告 如若有人乱嚼舌根 说出此事 就会给整个村的人断言 李家势力庞大 只手遮天他们着实惹不起 也就一个个闭口不言 都昧着良心欺骗严承文 说秀秀已经去世了 你们 严承文气得不轻 只觉得这些人 是如此自私又懦弱 着实让他恨得牙痒痒 正说着 只见李四带着一群人 已经冲了过来 大声喝道 逃 我看你俩往哪里逃 在这里 我李家就是天 你逃到哪里 我都能把你给抓回来 来人 给我抓住他俩 男的直接乱棍打死 女的给我绑过来 这一次我要当着众人面 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说完就开始解自己的衣衫 当真是风魔到了极致 正当下人们一拥而上 将秀秀拖过来之际 却听到了身后锣鼓喧天的声音 他们惊恶地抬头 向身后看去 却见一群官差 声势浩大的朝这里走来 正当众人愣神之际 其中一人高喝道 谁是严承文 严承文惶恐不已 连忙正脱下人 急步奔了过来道 我就是 在下严承文 不知找我有何事 你就是严承文 怎地鼻青脸肿的 算了 跪下接纸吧 说完大声读起了圣旨 严承文听完后激动不已 艰难地站了起来 高声呼道 草民接纸 李四和其他的一众人听完后 却是一个个面色苍白的摊坐在地 原来圣旨的意思是 严承文此次本身高中榜首 但却因为登记官疏忽 将名字登错 致使国家差点少一个栋梁 因此作为弥补 破例允许严承文 直接在当地违宪令 免去汉林院修转三年之职 即日起开始执行 也就是说 从今天起 严承文就成了当地最大的官 接过圣旨和上任文书后 严承文即刻上了任 第一件事就是拿李四家开刀 将他们家查了个彻彻底底 走私官员横行罢市 侮辱朝廷命官等种种罪行下 朝廷直接给他们判了一个株连九族 严承文上任后 将秀秀接到了县城 两人从此再也没回过这个村子 过了不到一年 当严承文正在审案之时 听到自己的家乡村子竟然发了大水 村民们死伤无数 一时间也让他唏嘘不已 当官后 严承文和秀秀俩抗议结弦 一心为民 在当地被尊称为父母官 传为了一段佳话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